嗨,大家好,我是Sofie 天气冷了以后呢,很多盆栽呢,从室外搬回到室内 不要多久呢,大家就会发现 花盆里开始发霉了 有的甚至长了毛 这些呢,是霉菌 因为室内呢,光照不好,通风也不好 而且花盆里呢,也比较潮湿 所以呢,就很容易长霉菌 长了霉菌呢,不光是很难看 它对我们的健康也不利 今天在微信群里呢,看到大家在讨论 如何清除掉花盆里的霉菌 那有人呢,就建议用多菌磷来喷 毫无疑问,多菌磷呢,肯定是可以除掉这些霉菌的 但是我觉得冬天在室内 使用农药类的杀菌剂呢 恐怕不是上家选择 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生活中很常见的 常用的,完全无害的天然杀菌剂 第一种呢,是肉桂粉 Sidamon Powder 把它撒在花盆的表面呢 它其实呢,起一种强力干燥剂的作用 它会让这个表面呢,干燥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霉菌了 当然了,如果你的花盆实在是太湿了 撒肉桂粉的话呢,没有用 冬天在室内的盆栽呢,要尽量保持干燥 要比夏天在室外的话呢,要干燥一些 一定要做到渐干渐湿 这样呢,才不容易生菌生病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醋 Apple Cider Vinegar 它呢,也是可以杀菌的 如果是洗酸的植物用它呢 可能会更好 苹果醋呢 它的比例呢,就是两茶勺 兑一升水 那就是说,普通的矿泉水 500毫升的瓶子呢 加一茶勺 混合好以后呢 用来喷这个盆土的表面 就可以了 第三种呢,是Baking Powder 小苏打 它是碱性的 它通常呢,会加一点点洗洁精一起用 比例呢,是一茶勺小苏打 加几滴洗洁精 加四升水 这个水呢,有点多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呢 或增或减 第四种呢,是双氧水 我们通常能买到的双氧水呢 就是百分之三的 Hydrogen Proxide 百分之三的双氧水呢 你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兑一份或者两份水来使用 假如你要兑水使用的话呢 那你要限兑现用 因为烧过一小会儿 它就会完全变成水 失去杀菌的作用了 第五种呢,是Neem Oil 就是我们常说的苦炼油 它不光可以杀菌呢 还可以杀虫 它的比例呢,是一茶勺 苦炼油呢,对一升水 因为它是油性的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水里面要加几滴洗洁精 这样呢,效果会更好 以上呢,就是五种常见常用 完全无害的杀菌剂 你可以三四天喷一次 或者一周喷一次 通常喷两三次 就基本上没有霉菌的情况了 当然啦 预防最重要 首先呢,是通风 其次,控水 冬天在室内呢 一定要,有必要才浇 不干不浇 还有呢 就是要给你的植物呢 多晒太阳 假如晒不到的话呢 那就要想办法增加光源 比如说呢 加一盏灯 好啦 祝大家的室内植物呢 都长得健健康康 清清爽爽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